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年前他刚刚告诉我说明天是他回国满五周年的这个纪念 回到这个工研院这个影像显示的中心当主任 那我想我不要讲太多 我把我们的时间留给我们的陈主任好不好 我们再一次欢迎陈主任 还有同学们大家好 很高兴 我算是很幸运的就是在国外待了28年以后 还有机会能够回国 然后跟很多年轻人一起在工艺院打拼 过去这几年我们做的东西事实上是很有趣的 今天我就希望把这个很有趣而且很有意义的议题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那刚刚李老师也讲我可能太贪心了 我平常有时候一到受邀去演讲 很自然的我就会讲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 今天的话听说要留很多时间来跟大家互动 所以我有一些投影片 我可能就会比较快一点 我后来又听说你们的程度很好 所以我想有一些东西的话 尤其在疫情方面的 我可能也会很快的带过去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 但是又严肃的一个议题 就是怎么样让我们一起来期许 我们这个生活的地球 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跟未来 那今天呢 这大概是我的简报大纲 那我的前言很简单 在这个地球 漫长的这个46亿年当中 其实人类的存在 以一天来代表整个地球的历史的话 人类事实上呢 在这地球上整个时间还不到一分钟 但是呢很严肃的来探讨一个议题就是 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破坏力是相当大的 看看整个的生态事实上呢 被我们整个的破坏 前阵子大家还是一昧的在那边否定 或不愿意承认地球上现在整个气候 它的整个 整个的趋势 整个的结构 都不太一样了 那大家不觉得这是怎么样 是我们的结果 但事实上呢 许许多多的迹象显示 这两三百年来 人类热烈的 热切的追求物质生活的舒适 事实上已经给我们地球带来的 非常大的一个破坏 那各位呢 也许可以看一下人类文明的眼镜 那重要的一些事集 也许对各位可能比较有意义的呢 就是用男字 这些可能跟科技呢 也比较有关系 因为现在各位 每一天都要用的是文字以外呢 包括电话 包括电视 包括computer 包括internet 然后当然 从1998年开始 Google 然后到2004年的Facebook 然后甚至现在的所谓 web 2.0的 包括YouTube 已经成为我们人类生活 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大家会开始不禁的要问 人类的下一步 要往哪里去 我们先来看看地球的现状好了 这是一个卡通 所改变中的地球 然后呢 这个卡通里面的地球 事实上是皱着眉头 伸着舌头 因为它实在是给辛苦 先看看我们的地球 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 是到纽约市 我记得那时候花旗银行 是纽约大概最大的银行 也最普遍的银行 The Citibank 它打出来的号召 尤其对我们新移民来讲的话呢 非常的新鲜 它说The City Never Sleeps 就是说Citibank 24小时在全世界 它都不休息 它都永远跟客户一起服 那我回过头来 事实上呢 我今天用这个 我们的地球 事实上它真正的是不睡觉的 各位也许看过这个图 这个是地球各个区带 各个区域 24小时从太空 OK 所看的现象 然后把它给组合起来 各位可以看到 即使在晚上的时候呢 许许多多了 比较所谓文明的地方 它基本上是灯火通明 而且呢 生活的程度越高 你就可以看到呢 它的灯光更多 那也许各位 OK都可以辨认出来 OK 这些地方 那这个很清楚 这个是美国 那这是北美 这是南美 那就是美国的话呢 也是东岸 它比较热闹 那西岸的话 或中西部的话 基本上很多地方 是以农业为主 它到晚上的时候 农人已经休息了 各位 各位不会看到太多的灯光 然后再看看南美洲 基本上是沿海的区域 才有夜生活 如果你在这中间的话 很可能就在亚马逊河域 那就没有夜生活可以 回过头来再看看欧洲 欧洲的晚上 也是灯火通明 然后呢 回来看看我们亚洲 这里也许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大家应该很容易辨认 我们现在所在的台湾 尤其西海岸 这一条带下来 事实上是灯火通明 然后看看我们邻近的日本 也是灯火通明 还有韩国 然后再看看大陆 基本上也是东海岸 沿岸这边的话 也是灯火通明 好 请大家记住 你现在眼睛里面 所看到的这个印象 我现在再给你看一下 另外一个印象 看看这一张图 这张图里面颜色越深 表示它越热 基本上这个图 跟前面那个图 是相互印证的 也就是说越文明的地方 事实上地球的温度 在这些年来上升了越多 为什么 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结果 所以排出来的工业气体 包括最著名的二氧化碳 使得整个周遭的环境 事实上温度是升高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也许大家看短的时间看不出来 但是这个图含瓜了一百多年 各位就可以看出来整个的趋势 基本上工业化的结果 我们地表的温度是一直在上升 各位也许觉得这个温度没什么 但事实上呢 即使这样微薄 就是说看起来微小的温度上升 我们已经在身体的体验到 整个所谓的温室的效应 包括我们最近看到台风特别多 然后呢 该下雨的地方不下雨 我记得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 在新竹 新竹叫做封城 冬天的时候尤其风特别大 我就记得上课的时候 老师经常以为我们在吹口哨 事实上那是完完全全是封声 透过一个密闭不是很好的窗户 所造成的一个高频率的一个风声 像在吹口哨一样 但是这几年来 我五年 我已经再回到新竹五年了 我必须讲 这不是我记忆中那个封城 很难得真的是 有过去那种气候的现象 那当然整个的气候变化 造成很多人类的灾害 包括暴雨 包括洪水 包括我们所熟悉的台风 当然在一个灾区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看到传染病 整个在波散 然后再看看人类会保护自己 但是我们所 让我们跟我们一起生活 在这个地球上面 很多其他的生态系统 却是遭殃的对象 各位这是一个 我德国朋友寄给我的 我觉得这幅画 事实上 这是一个熊妈妈 带着两个熊娃娃 各位可以看到地球软化的结果 事实上已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在北极 所谓北极熊它的家乡 事实上 它可以居住的地方越来越小 甚至到一种地步 我们已经看到 连北极熊这么善于水性 却没有冰地 可以栖息 以至于溺壁 我刚刚讲的这个温室气体效应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真的是 有许许多多工业化的结果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除了工业化以外 还有发电 还有就是我们交通所用的一些石油 甚至我们在耕种的时候 所用的一些器具 还有产生的一些现象 都造成所谓的温室气体 然后逐渐地把我们生活的环境给破坏 所以发烧的地球 是一个不休息的地球 但是同时也是一个中毒的地球 各位看到 我是本身做显示科技的 这上面全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一些 显示器有关的产品 包括iPhone 包括各位用的笔记型电脑 包括我办公室桌面上面的电脑 还有家里的LCD TV 但是我们当在使用的时候 各位没想到 当你使用 你享受完了以后 这些所谓的电子废弃物 是往哪里去 而且这些电子废弃物里面 很多重金属 还有一些毒物 很简单的 各位告诉你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送到所谓的非洲 或一些亚洲落后国家的地方 在那边堆积起来 埋起来 所以事实上 这些电子废弃物变成一个 对一个弱势团体来讲的一个毒物 各位也许也看到 事实上在广东所谓贵鱼的地方 在2006年的时候 一个香港的学者 姓梁的 他就测过在贵鱼当地的居民 他的头发 里面大约阿克森的浓度 是超过平常正常 数千数万倍 他们的土壤还有河川 整个都是被电子废弃物给污染 当然环保意识的抬头 也是最近大家发觉我们闯了大祸以后 开始在富汗的一个目标 台湾各位如果以后注意的话 这是我们的环保标章 全世界所有不管是先进的国家 或者是开发中的国家 都已经赶上潮流 开始注意环保 在注意环保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看 未来生活的科技里面 有哪些事情 我们会开始注意到 要怎么样在科技的研发里面去修补 我们过去所制造的错误 我今天要跟各位谈的是纸 人类的文明 靠着文字 靠着纸张来传播 事实上在有纸以前的历史 那时候人们的文明就知道怎么样 尤其在发明了戾气以后 譬如说尖锐的石器 或者甚至开始知道怎么样 像铸铜做金属利器的时候 开始知道怎么样 在比较软的表面上面 刻一些记号 那一直到后来所谓的 给楔形文字 那大概是最像现代人文字的 开始的形状 逐渐的出现 那那时候所用的一些 类子的一些载具的话 大概譬如说像动物的壳 背壳或者是乌龟壳 然后也可能是植物 像竹简这一类的东西 那另外在埃及印度中国 这些古文明的地方 还有所谓的沙草籽 怎么样把植物树木 它的树皮拿下来提炼 事实上在我发给你们讲义里面 有一些过去中国人怎么样造纸 很详细的一些记录 今天我就不花时间 大概在东汉的时候 这个至少中国人是这样讲 给蔡伦是第一个发明纸 那整个人类的文明就完完全全不一样 这是纸前的历史 这是纸张发明以后的历史 那各位也许很清楚 现在的纸张 就是说是用来做很多很多的书本 记录 道纸 杂志 那各位可能也许知道 人类所印的书 第一名最唱 就是说最广泛使用的书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圣经 没错 那另外第二名呢 毛语录 没错 圣经还有毛语录 那我们看一看 纸的整个特性 它事实上真的是很方便 那我今天主要的主题也是谈到 从纸张到电子纸 我们可以塑造一个不同的未来 这个是我们老祖宗 当时候发明纸的时候 所没有想过的 当然这个是过度的夸张 各位有没有人办公室像这样的 大概没有 这个是一个欧洲人的一个朋友寄给我 那他们是做电子纸的 所以我相信他是刻意的 去营造就是说 人类使用纸的文化 是没办法永久持续 英文说 It's not sustainable 也就是说 我们目前使用纸张的习惯 是没办法持续的 整个来看为什么呢 各位现在很方便的用这些书报 事实上呢 从砍伐数开始 然后到运输 那运输的时候 需要这些大卡车 大卡车需要用到石油 汽油来运输 然后呢 把这些树 尤其在像 类似像亚马逊 原始森林 很多树就是一年一年 这样子被砍伐 而且是没有止境的被砍伐 它整个破坏我们的生态 然后我刚刚讲 砍下来以后 事实上呢 它要消耗许许多多的能源 许许多多的能源 然后呢 制造许许多多的 污染环境的一些废物 包括二氧化碳 包括我们 平常的用水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纸张呢 跟纸浆 各位可能不知道 它是全球 第五个耗能的 一个产业 占全国 全球能源使用量呢 大概是 4个percent 那更可怕的一个统计数字是 为了制造一顿纸 它要耗费 能源呢 等于是在容量 一顿的钢铁 而且呢 它要耗费 将近98吨的 各种资源 作为一顿的纸浆 事实上要用到 95吨的清水 而这95吨的清水 进去 是超过95吨的 废水 出来 造成污染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使用纸张的代价 尤其我们最喜欢举的例子 就是说 你可以看看 全世界最畅销的日报 包括华尔街日报 或纽约时报 那另外呢 各位呢 应该不会很陌生的 Harry Potter 它总共出了这一 七集还是八集 总共销售4亿多本 但是这背后的代价 是相当大的 因为呢 它需要耗费 31万吨的纸 也就是说 要砍伐 630万棵 成年的树 然后呢 这些树 如果大家 还是没有概念的话呢 大概是台北 大安森林公园 要250座 的森林 才够砍伐 砍完 砍完以后呢 它排放出来的 温室气体效应 如果以大安森林公园 那些树 要去吸收 那些二氧化碳的话呢 我们需要到 7600座 大安森林公园 才有办法来消化 这些二氧化碳 各位我们好不容易 在台北 有一座 大安森林公园 请问 在台湾 我们到哪里去找 760 甚至7600座 大安森林公园 那我不要再往下讲了 讲到报纸的话 那是更可怕 它基本上 比如说 美国每天 有4000万份的报纸 这还是2008年的数据 我相信呢 因为电子杂志 电子纸的关系 这个树木大概不太成长 假设它不成长的话呢 以2008年的树木来看的话 它还是要耗费掉 424万顿子 砍伐8500万棵树 然后呢 这些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需要 3400座 大安森林公园 所以呢 我看我们是要改变 那什么是答案呢 当然从科技研发来讲的话 我们发觉电子纸 是一个很重要 也是必然的一个未来的趋势 它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它可以重复使用 因为呢 它可以不断地更新内容 然后现在电子纸的技术呢 已经做到相当好 它可以呢 就像我们平常的纸张一样 它可以是广视角 也就是说两三个人 事实上可以一起看 然后更重要呢 某些大部分 应该讲大部分不是某些的电子纸的技术 它有一个特性 是我们OK 它在做科技的时候 特别重视 所谓的双稳态 就Bistable 双稳态的意思就是说 它只要在稳定的状态的时候 基本上它不是 它不好能的 所以你只有在翻页的时候 从一个stable state to another stable state 你需要给它电 或者需要给它一个电工 让它转态 这个时候才需要耗电 否则的话呢 它只要一更新内容以后呢 就跟这个纸一样 它基本上在那里 三个月 三年 三十年 它基本上是不会改变 然后更重要呢 现在的显示器还是太沉重 然后不方便携带 不方便收藏 未来的电子纸 我们也希望 能够像现在的纸张一样 能够具有这些所有的优点 这里就是为什么 在2007年9月份的时候 亚马逊Amazon.com的CEO Jeff Beazel 各位有没有看过他年轻 像你们这样年纪的时候的照片 事实上他那时候头发很多 他很喜欢玩电脑 所以他十几岁的时候 大概不到十岁的时候 电脑就很通 所以起来有致 那当然他真的是很了不起 当然我相信 盈利是一个目的 但是另外一个他我相信 他为我们启发了 起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里程碑 就是所谓的e-book electronic book 各位不要小看 这么样一个小小的 重不到一公斤的一个电子书 事实上呢 它里面可以储藏 正常书本是三千五百 三千五百本 也就是说 你可以有一个library portable movable 可以跟着你跑 更重要的 它的内容可以不断的更新 所以它不像纸张 你砍发下来以后 你即使要回收 还是要经过整个制程 整个回收的制程 还是要释放很多很多的 二氧化碳气体 好讲到电子纸呢 因为我今天是要讲 跟各位讲电子纸 我很快的跟各位讲一下 有哪些技术 那这里面的话呢 eink的技术应该是主流 这个就是amazon.com 但是今天我不跟各位讲这个 那另外呢 Qualcomm有一个技术呢 叫做Mirassal 它基本上是用危机电来做 但是呢各位呢 听说你们做了一个实验 是跟液晶有关的 那我们要谈一谈 OK 党固醇液晶 所以呢 我们来谈一下 党固醇液晶这个电子技术 那什么是液晶 我想老师已经讲过了 它就是它同时 又有液体又有晶体的一个 OK 双重的一个特质 所以呢 我们把它结合起来 叫做液晶 因为它有液相 就像Liquid一样 OK 不具结晶性 具流动性 它又有固相 因为呢 它有结晶性 不具流动性 那液晶的话呢 是刚好在中间 既有流动性 像液体一样 又有结晶性 所以呢 取其名叫做Liquid Crystal 就是液晶 那这两位呢 是了不起的科学家 因为在观察里面呢 他们发觉 有这么奇怪的 OK 一个延伸物体 是从胆固醇这个分子 延伸出来 所以为什么叫胆固醇 OK 液晶 我经常被问到这个胆固醇 跟身体里面胆固醇 有没有什么关系 是有关系 因为呢 他们呢 的结构相当类似 然后事实上 胆固醇 液晶 是可以从胆固醇 延伸出来 那液晶的整个技术发展 我们必须再回归到 196几年的时候 在美国 RCA的科学家 所以很多的技术 事实上 是在美国开始 但是呢 发扬光大呢 跟制造呢 大部分呢 就到亚洲来 那以今天来讲的话呢 整个显示器的产业 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 一个从西到东的迁移的历史 所以1968年的时候 美国RCA Hellmeyer 他第一个 发表的液晶显示器 那这次以后呢 各位呢 就知道 尤其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第一个电子计算机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是相当贵的 大概要花到 那时候的台币 4千块 才买到一个 很简单的电子计算机 那今天整个来讲的话 从1990年 这个产业 韩国 台湾 现在大陆一进去以后 他基本上已经做到 相当的蓬勃 而且相当的 便宜 所以 老少学义 不管你的收入怎么样 至少要拿一个 益晶显示器 一点都不是问题 回过头来看看益晶 益晶的分类事实上很多 那我们特别讲到的 胆固存益晶 它怎么来呢 它基本上的话 我刚刚讲的可以从胆固存 然后做一些发学反应 把它延伸出来的益晶 或者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从所谓的项链型的液晶 你可以加上一些 所谓的 Cyro-Dopin 加上一些 它本身可以让它造成 螺旋的一些附加物 然后来造成 所谓的 胆固存液晶 那这液晶里面呢 这一类的液晶呢 项链型的液晶 它的特性 就是它反应速度非常快 所以它相当适合呢 用来做显示器 那另外这个呢 反应速度比较慢 它适合做记忆体 适合做记忆体 那胆固存液晶的话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特性 但是呢 我们最主要的 是用到它的光电效应 那这光电效应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胆固存 它事实上呢 它的逻据呢 是有一定规则的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定的规则 所以它可以呢 类似像布拉格的反射现象 它可以 在布拉格这个是用S光 然后晶体里面 它的排列 它的 它这个D spacing 那你看看液晶的话 事实上呢 它因为它的逻据有规律 所以呢 你也可以把这个当做 一个Pitch 一个逻据呢 把它当做 类似像这样一个Spacing 就是利用这样的原理的话呢 光可以选择性的被反射 某一个波段 所以造成会有蓝色的 或者是红色 或者是绿色 或者是其他颜色的 这些所谓的液晶反射 那它的光电效应的话呢 基本上 就是 你要驱动它 你可以带到一个另外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然后慢慢的让它回到一个状态 或者是到另外一个状态 或者是从一个状态 你可以加电压到另外一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基本上是一个反射式 我们叫它叫亮态 另外一个呢 光会透过的 叫吸收式的 譬如说我在这下面放一块 黑色的布的话呢 光就会被吸收 那在这边放一块黑色布的话呢 光还是会反射 所以你就明暗这两个状态 那所有的液晶显示器或其他的显示器 大部分就是以这样子来显示 亮暗 亮暗 造成每一个画素呢 会有独立的一个 它的亮暗的一个显示 那从这里呢 现在我要跟各位稍微讲一下 我们在公益院呢 基本上呢 我们做很多显示的技术 包括刚刚讲的这个 胆固醇液晶的技术 那公益院里面呢 我个人呢 是在这一个所谓的一个焦点中心 也就是2006年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心 我就是2006年的时候呢 被邀请回来加入公益院 然后领导这个中心 所以很快 明天就是五年了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原来在柯达工作 所以我一回到台湾以后呢 我基本上跟柯达谈判以后呢 把柯达的一个胆固醇液晶的技术 给带回台湾 那这个技术呢 可以做一些所谓大面积的 电子质的技术 因为呢 它跟电子质 它跟纸张很像 因为它是反射式 然后它不需要日光 它不需要背光 现在所有的TFT LCD 一些液晶都要靠后面的背光 所以为什么那么耗电 为什么你手机那么耗电 不是因为你讲话讲很多 最重要是那液晶显示器 它本身的背光都是一直暗的 你看到的暗态事实上是液晶把它遮住 像窗帘一样 但是呢 就好像外面的光线 白天的时候一直都是暗 但是你如果用电池的话呢 所以是非常的耗电 为什么我们的手机 每一天你要有 至少要充一次电 有时候甚至要充两三次电 那这个大面积的制程技术 从柯达回到台湾以后呢 基本上呢 我们在工业院呢 就用一个制程把它给做出来 这个已经是回到大概2008年 三年前的事情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像一个卷一样呢 基本上它就不再受长度的限制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电子纸 我这里想要跟大家看 让大家看的就是说 它是敲不破的 那这个是已经开始有纸的一个特性 那另外呢 还有呢 可以重复书写 然后呢 可以重复使用 各位看到这一个 基本上我们就把这只老虎呢 给写上去 用一个热血头 然后呢 你再加个电压 你又可以把它内容给洗掉 那这样子重复使用呢 我们现在技术至少可以做到将近300次 那这个技术事实上呢 我们拿来做一些名片啊 或者是各位的 OK 识别认 这个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 马总统呢 有特地来看这个技术 它有许许多多的应用 包括拿来做一些山水或者是笔墨的一些附写品 那这个技术事实上我带到日本去的时候 日本富士电台 把精为天人 他说台湾人能 为什么日本人不能 这个技术 那这个技术基本上我们也可以用在卖场里面 OK 作为一个电子标签 也许针对某一个时段的购买族群 可以做一些促销的动作 然后呢 用无线传输的方式 时间一到呢 又回到正常的价格 那这个是我们跟艺术家合作所做的 所谓的电子钟 各位没有看过钟是软的 那这个钟事实上是软的 我把它取名字叫做温柔时刻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技术 叫做多功能的软性电子基板 现在所有的显示器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玻璃上面 那各位知道玻璃又重 然后呢又脆 很容易给摔破 那工业医院呢 去年的时候 这几年我们事实上研发一个技术 就像做问柄皮一样 在玻璃上面我先涂一层油 让它不会负就是说太黏 然后在上面做电晶体 做完以后呢 我的刀子就从里面这个地方一切 整片呢就掉下来 那基本上就表示说 我可以用一个化学材料 像塑胶 然后呢 在玻璃上面先做一 把玻璃当作一个零食的载具 然后在上面做电子体 电晶体 那这样一个多功能的软性电子晶体呢 可以用来做真正软的电子素 也可以用来做OK 类似呢 这个有可以有动画的 我们叫做 未来的电子素呢 不再是静态的 可以是有色彩 然后呢 可以是有动画 那我要拿着吗 那这个呢是我们仿照 仿效就是未来的 像Harry Potter里面的使用情境 华尔街日报呢 你静态的资讯 可以用静态的显示 它基本上是不耗电 但是你需要一些即时信息的话呢 我们呢 有这软的这一部分呢 所谓的彩色跟动画的电子 给书呢 能够同时显现这样的影像 那这个技术呢 事实上在国际呢 也造成很多的一些注意 那也使得我们呢 事实上呢 在去年 华尔街日报所举办的科技创新 我们在597件 全世界的竞争品中 脱颖而出第一名 拿到金奖 同时呢 我们的同一年 同样的技术呢 得到美国的所谓R&B100 就是百大研发科技奖 回到台湾来看 这让全台湾人骄傲的发明 获得了华尔街日报科技创新奖的金奖肯定 这是中研院研发的 0.01公分超博一幕 连续举办十年的 华尔街日报科技创新奖 今年第一次由亚洲机构获得首奖 台湾工研院的超博软荧幕 软性电子机板 打败包括Nokia 微软等 国际企业在内的近600件作品 拿下金奖 厚度只有0.01公分 又能折叠弯曲的超博荧幕 灵感来自于润饼饼皮的制作 就是这项台湾特有小吃 让工研院领先 包括索尼 三星等全球大厂 最快今年年底就可以看到台湾厂商生产的电脑 电子书应用工研院这项超博荧幕技术 有台湾的科技做后盾 也让这些台湾研发设计的MIT产品 更具国际竞争力 TVB 新闻段水尼佳辉 美国旧金山采访报导 好 让我做一个结论 人类虽然是地球漫长历史的短暂过客 我刚刚讲过 但是近百年来 我们加速的追求物质生活的舒适 却已经对我们周遭的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 未来科技的发展 必须要兼顾修补地球的生态 纸的制造跟印刷耗费许多资源跟资源 能源跟资源 取代纸张的新科技将有助于减少树木的砍伐 并降低温室气体的效应 台湾事实上在电子纸技术跟产业化 已经取得关键甚至是领先的地位 工业院未来将更积极 开发软性大面积 彩色的下一代电子纸技术 以广泛应用于各种生活情境 谢谢各位同学 谢谢各位老师 好 我们谢谢陈主任 给我们介绍这么有趣这么好玩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发问 我先说他等一下好吗 赶快那个麦克风呢 麦克风那边 这边 主任好 我是来自台中市小美女中的林文会 最近就看到很多工业院的产品就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想要问有关工业院里面的工作形态 比如说一天里面那时候在做什么 然后我也想知道说进入工业院的管道 好 谢谢 林同学你好 事实上 工业院里面 你说在做 每天在做什么 我觉得每天做的事情都很有趣 基本上我们很多 各位的大哥哥大姐姐 他们都是高学历 所以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表示 要好好用功 然后把专业底子打好 工业院绝对欢迎各位来 那我们每天做什么 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人每天在做研发 不管是在实验室里面 或者在实验室外面 那基本上我们跟学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学校做的会是比较基础的研究 但是工业院做的都希望能够产业化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以科技研发 然后能够带动产业发展 来创造经济价值 然后造福社会人类福祉这样 所以我觉得工业院会是 如果各位 就是说赚钱不是你唯一的目的的话 我倒是很推荐 OK 到工业院来工作 或者在学校工作 因为如果各位真的喜欢研发的话 那会是一个相当好的环境 OK 刚刚这位同学 教授你好 我是第四组的陈婉婷 然后我想要就是针对教授 最一开始所讲的全球暖化 然后二氧化碳对此的影响 想要稍微请教一下教授 就是我觉得在座的我们应该都知道 都确定说二氧化碳真的是对全球暖化 有非常关键性的影响 可是其实就是就是 其实我想教授应该有听过反方的论点 然后比方说 其实就具观来讲二氧 这我们这个时代的二氧化碳浓度相较之下 其实并没有高出平均值很多 或甚至是在低于平均值的状况 然后而且二氧化碳其实也不是最重要的温室气体 其实其他的整个笔值也都比二氧化碳高很多 而且就是就是我看的反方论点里面 他还有提到就是其实他实际拿二氧化碳的浓度 还有全球的那个平均温度图来看 其实是全球平均温度先上升 先上升之后二氧化碳浓度再上升 那我想要就是针对这三个论点想请教教授的看法 谢谢 好谢谢 我必须承认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我也听过正方双两面 其中有一点我觉得你讲的绝对是对的 我们现在讲说温室气体 他释放在空气中的时候 过去对没有那么多氧化碳的时候 事实上太阳光进来折射出去对不对 跟现在进来以后 然后事实上你知道他的能量对不对 会被这些所谓化学件给吸收 事实上他是一个除能 所以就把这些温度 他能量越来越高储存起来 我觉得是绝对对我来讲 跟我念了书各方面的了解 我觉得他比较有说服力 第二个是我生活的经验 我刚刚讲过 这个是绝对切身的经验 就是说三十几年前我在新竹 跟三十年以后回到新竹 我真的感觉我们整个的气候是不一样 这个绝对是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 我相信绝对是类似像气体 这类的东西造成了一个整个生态的变化 OK我想OK 那位同学 我们换一个男生好 等一下大家又说 这个今天好像男女有点不平等 我们请那位男生 陈主任您好 我是来自新竹高中今年升高一的 那我是想请问说 就我来讲 我已经听了有关于全球暖化等环境议题 已经听了很多年了 对那我是想请问一下说 在这样子的宣导底下 到底到底有没有出现效果 就是已经宣导很多年了 到底有没有在 在不再那么的恶化 那就你的观察 还有对就这样谢谢 好问的问题非常好 请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 事实上我来以前我已经 OK当我接受这个邀请 我自己很高兴 二方面我知道在做的会是一些 在学的学子 各位是我们国家社会未来的主人公 所以我很高兴说 事实上这个机会 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因为各位 OK 会决定 OK我们未来整个的社会 许许多多重要的一些决定 那我个人是觉得 就是说 有 绝对有帮助 就是在节能减碳这部分 OK我们最近做了一些事情 我相信至少 即使 逐渐还是在恶化 但是我们至少会迟缓它的恶化 而且我真的相信 生命 OK这个地球 事实上是生生不息的 我就看过 就是说 譬如说Discovery 或National Geography 你看火山爆发附近 OK 那些地方当时刻 那一刹那是整个摧毁性 但是你几十年 十年回去一看 那个整个地方新的生命又开始出来 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大家 像我刚刚讲的 OK 我们去注意 然后大家都有这种疼惜的心 去爱护我们 跟大家的家庭 这一块土地的话呢 我觉得地球有机会恢复 那刚刚讲就是说 这些统计数字 会不会回过头来支持我们的想法 现在这个统计数字 我没有一个很可靠的数字 但是我从就是说 一般人现在生活的习惯 OK 可以走路的时候他不开车 OK 可以开车的时候他可能骑脚拉车 OK 像这些的话 我觉得绝对对对 从整个人类长远来讲的话 是好的事情是对的事情 事实上对各位来讲 我们今天所做的努力 是希望未来交给各位主人翁 一个更美好的地球 更美好的未来 我想我补充一下 刚刚这位同学问的这个问题 我们刚刚在吃饭的时候 在跟陈主任聊天 陈主任说 有减入奢益 就是说 我们现在大家已经过这么舒服的日子 要大家回去过一些辛苦的日子 可能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刚刚我想陈主任也给我们看了很多例子 就是说 我们现在用纸实在是非常非常方便 要大家回到从前 我们只看这个几个竹片子的这种时代 我想我们回不去了 我们所需要的资讯真的就是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假如将来真的能够用电子纸这样的东西的话 确实是可以让我们这个地球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我想是这样子 好吧 再继续找一个男生好吗 女生等一下 那个教授你好 我是13队的代理程 因为教授你是以纸张使用过量切入电子纸的主题 我想请问你就是电子纸大概什么时候才可以大量生产 然后成本降到比纸张还低 需要结合哪些上下游厂商一起合作 我想你知道一下电子纸的操作方法 因为看起来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因为感觉没插电还会动 谢谢 好 这位同学现在年纪轻轻的问话来 有点像我们政府的官员 我经常被问这个问题 陈主任你做那么好一直得奖 什么时候量产 我觉得现在这个技术事实上已经成熟了 随时要量产 只要厂商有钱赚的话 他就愿意做 比较可惜的是我们的厂商不太赚钱 最近经济又不是那么好 所以他们对于一些新的产品跟投资 他们会比较持保守的态度 否则的话我刚刚给你看那个 就是E-Ink那个 现在像Amazon Kindle 那个要做成在我们这个技术软的上面 应该是没问题 那另外那个OLED 就会发亮 然后彩色那个呢 那个可能要久一点 因为那个技术本身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et 它是发光二极体又是有机 它最怕水跟氧 所以它要保护得很好 那一部分的话 要把价格做到大家愿意付的地步 可能我觉得可能要2015年 或者更早 明年的话我相信韩国的我们就是三星 有很可能会先做软的出来 那你说太神奇 真的是相当神奇 我没有带一些我们的想法 我有一根笔拉出来 是一个萤幕 收起来就是一支笔 各位也许看过 那未来的话 显示器就不一定要这么硬邦邦 你看我的iPhone 它已经给我最大的面积是萤幕了 但是说实在话 我们为什么还要touch 因为我经常要把它放大 我还是看不太清楚 那我希望将来的显示器 真的像收起来这么小 打开来可以像皮包一样 皮夹子三折 那要收起来就这样薄薄一片 或者像我刚刚讲的 像一根笔一样 拉开来大概可以有15-20公分 收起来的话就跟一根笔细细长长 我相信这个觉得OK 我们已经证实 这个是可以做 那我刚刚做的技术 事实上非常简单 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基本上就是在玻璃上面做 做完以后 把那个边一切 它就自己掉下来 那这真的这个这个的这个的灵感 是出自于新竹城隍庙 那个做鱼皮那师傅 因为我们一开始做就拿不下来 拿不下来 一开始拿得下来 但是做了十几道以后 因为有温度的变化 又有化学液的侵蚀 所以后来很黏拿不下来 那这一回拿下来的话 就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 教授你好 我是北一女中吴冠榔 然后就是你刚刚有讲到 关于纸张就是很浪费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这还蛮严重 可是我们社会和学校 就好像没有注意在这一块 就是例如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就是我们每年都规定买很多教科书 可是很多根本就是没有用 对 然后 对然后或是就是很多什么测验券 或是送给老师的什么样书 然后最后也是全部丢掉 或是就是我们没办法 例如说留下来 然后留给学妹用 或是什么之类的 对然后请问就是教授对于这方面 有没有想法 我是非常有 这方面我是相当有热情 我回国来说实在外 我是我经常讲我何其幸运 在美国已经有二十几年的很好的职场的经验 那我在台湾 我出国以前一天试都没做过 如果不算兵役的话 我真的没有做过一天试 所以这个就是说第二次机会 有那么好的职场经验再回国 我就希望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那科技始终离不了人性 所以我总觉得就是说 对人性的 对就是说 对人文的高度关怀 事实上是科技人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因为科技始终离不了人性 科技不应该只沦为 为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少数资本家 制造财富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一直想就是说 做这些事情要有意义 像我们不只做电子纸 我希望把这个软的未来做成 软的X光 或者软的一些感测器 使得老年人可以少一点摔跤 或车祸现场在你移动那些受伤的人以前 你可以知道他有没有骨折 现在X光的话 你要去找X光机才能够找X光 而不是在现场就是说 可以很轻很薄很容易 攜带又可以包着你的手或的大腿 就能够照X光的那种设备 那刚刚回过头来讲 我当时做电子纸 我事实上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看到我们的小学生 背那么重的书包 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回来 前面那个教育部长是蛮好玩的 但是我不太记得他名字 就是说书包要背前面还背后面 那我现在看根本没有那个问题 现在大家都是用 就是旅行带 旅行箱这样拉 但是以后用电子纸的话 就没有那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跟资策会 在做一个合作 就是说 未来教室 希望用电子纸 希望用电子纸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现在开始有云端 然后无线传输 所以很多时候 开始你周边的一些相对的科技 也都成熟的时候 我想水到去就成 我相信未来电子书籍 绝对不是太遥远的未来 那另外这位同学你提这个 我是觉得 我想讲一个比较题外的话 我对我们未来的年轻人 包括我自己的同仁 在显示中心的两百多位同仁 我都有这样一个期待 我觉得你们一定要更好 你们一定要更好 我们这一代 我刚刚也跟李老师讲 我们这一代做了好多 很不好的事情 很愚蠢的事情 包括把这个地球环境搞得这么糟 那我是相信我们下一代 像你们这么年轻 就开始有这种想法 有社会正义的想法 有关心弱势族群的想法 我觉得这就是未来美好 未来的一个最大的保证 那这位同学好吗 是你没错 我想请问陈教授 就是那个 我们常用 我是第一小队的陈建宗 就是我们用电脑用久 就是眼睛会很累啊 就是电子指 会不会有一样的问题 好问题啊 你说 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电脑用久 就是眼睛会很累 电子指会不会有一样 我确定一下 因为我在 我在口袋里面捞 我这个是眼药水 很抱歉 我就是有这种问题 因为电脑看太多了 所以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要电子指 电子指的好处 为什么叫它指张有几个特性 我们现在技术说 要做电子指 只是一个 我把它叫做 是一个很广义的 你在做类指的技术 所以说它不一定要一样 都跟真的指 完全一样 所以才叫电子指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 指的一个特性 OK 是 它是用反射或者环境光 你才看得到 对不对 你现在的指 或者什么 我们把所有灯光都关掉 你根本看不到 我们的电子指 也是有这样的特性 上帝照人 对不对 眼睛 我们看的东西是反射光 反射以后才到我们眼睛 对不对 不会叫你去看太阳嘛 对不对 你看月亮 世上月亮的光 是太阳的反射光 这是 你看 所以月亮看起来多美 太阳就不能看 那一样的道理 现在预精显示器 你真的就是对着光看 光源直接从背光 对着你眼睛射 你现在还不觉得 但是你 OK 你可能到我这种年纪的话 你会很 就是说会觉得 哇 我的电脑萤幕真的对眼睛 省上相当大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要电子指 对 你讲的一点都没错 谢谢 谢谢 OK 也许时间他们在 喔 好 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 乐老师要两分钟 所以我们再两个问题好不好 好就是 好 这位同学 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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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请问一下 就是电子 电子 电子 纸或者是这些显示器 在制作过程中 会不会也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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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 另外一个问题 可不可以再想想想数一下 那个软性显示器 它到底是怎么从 那个 皮板上面取下来的 好 好 两个问题都很好 哈 呃 如果 我给纸张的话 那边 你用一次 写一次 就要回收 还是要经过了整个 但是我电子纸 我如果能够用三年 事实上我们可以算 算它的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在做了 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做 carbon footprint 从一开始 所有的制程 你把它累积起来 它到底用了 放了多少 carbon dioxide 那如果我用300次 就坏掉 我就要跟300张纸 或者是类似的数量 比比看 要有 要有优势 有益处才使用 这样才有意义 那至于 那个怎么做 真的很简单 我没有带另外一个影片 ok 这样是在实验室里面做 有很贵的设备要做真度 我告诉你 做一个薄膜电晶体 13个步骤 光是做电晶体 还要再做上面这些半导体 制成的所谓的 显示器的话 是几十套步骤 做完以后 ok 大部分就在玻璃上 你就ok 你们现在用的都是在玻璃上 ok 我们的话也是在玻璃上做 但是我中间就多了一个 所谓的离形层 dibounding layer 或者是 它就比较没有连着力 那 我的连着 事实上 那一层被玻璃连着 就是说 ok 比较小 所以我在割的时候 我是往里面割 我会留一点点在那边 那整个就会自然的就出来 还有一个问题 我刚刚已经举了好半天了 就是你 主任你好 我是北女众的李雨萱 然后我想问的是 其实有两个小问题 然后第一个问题是 刚刚有位同学接续下来的 那就是想要普及这个值啊 因为电子值的初衷 应该是想要 就是保护环境嘛 那有办法普及到落后国家嘛 就是现在比较开发中的国家 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那就是真的有办法 减少我们对砍拔树木 然后对地球造成的伤害嘛 那第二个问题是 对于 电子值可以就是 更新的次数 又要怎么样提升 这样 谢谢 好 谢谢 你说次数嘛 更新的次数 好 第一个问题 若是团体 这个的话 事实上 是我们说 希望价钱做得越低越好 但是各位不要想 我看 这世界上 事实上 OK 有很多 像你这样子 像我们这样子 开始我们会注意到 弱势团体 各位可能不记得 或者记得 OK 大概五年前 六年前 有一个project 叫做 One Laptop per Child 100块的电脑 PC 给非洲的弱势的那些儿童 那个project很可惜 没有成功 因为他做不到100块美金 美元之内 但是我觉得 类似像这种想法的人 越来越多 因为大家都是 在一个地球上面 OK 你不可能过很好的生活 然后另外一些人 过很不好的生活 然后你可以很安心 第二个更新的次数 事实上我现在讲的胆固醇液金 是因为我是用热 用热血头写入 这一点很了不起 OK 我的热血头就是市面上过去 大家fax 传真那个热血头 一样的 美金不到100块 我就可以 在我的胆固醇液金上面写 那只是说 我现在的技术做的就是说 只能写200多次 但是不是它自然的极限 是我还不行 我还要更努力 但是原理上 因为它几千几万次都不是问题 所以那一点我还是蛮乐观 关于温室效应这个问题 好像李彦哲院长也谈到 今天晚上谈到 但是刚才问问题呢 我发觉对 什么叫温室效应怎么样形成呢 大概好像不是很清楚 我们地球呢 很大的一部分能量是从太阳来的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它天天跟你照射 你就有这个能量 刚才讲反射 那只是一部分反射 我们怎么知道太阳的温度 你离那么远 那是因为呢物理学家呢 有一个黑体理论 我们从在地球上 观测到 地球那个 这个阳光呢 它的光谱 从这个光谱 就可以反推呢 很远很远 星球的温度 当然地球呢 温度没有像太阳 那么高啊 或者的话 哪里有你哪里有我 我们的范围 只是常温 所以我们地球 也不时的像 宇宙太空发出能量 根据黑体理论呢 我们呢 所 从地球往太空去發 發射的能量呢 那些 跟当然跟地球 吸收太阳的能量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吸收的大部分 可见光 什么UV光 那个能量很高的 我们地球呢 往外面射的呢 因为我们地球的温度 我们放出的主要是什么 红外光 那为什么红外光呢 刚才有一个同学他呢 讲到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量那么少 我们大家老早就知道 氧气氮气是最多的 我们为什么不考虑这个 一个很简单 因为氧气氮气是一个很对称的分子 它不会吸收红外光 所以二氧化碳可以 什么东西也很好刚才讲 甲烷啊 现在有人说 最好吃素啊 否则这些牛肉呢 每次放一个屁 或是怎么样呢 而一个气呢 甲烷就跑出来 那就是甲烷也是呢 刚才会影响这个 温室效应的气体 所以这个温室效应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水也会 所以有一派的人就说 真的都是二氧化碳吗 以前也有 某些事迹呢 特别冷 有些一段呢 特别热 那就是因为 地球的变迁 水也有影响 所以但是 以现在的数据 科学家在认为呢 已经不能忽视二氧化碳了 用水来解释呢 影响地球的变迁呢 那个大概是 以现在来看 是行不通的 但是你这个同学 对 不只是二氧化碳 还有刚才讲 甲烷啊 水都会影响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放出 太空的是 红外光 并不是说反噬 不是 不是 所以 反 我们是什么 二氧化碳是 废需说 这个能量 太阳给我们 这个能量呢 在过去没有二氧化碳 也许比较容易打平衡 进来的跟出去呢 差不多呢 就不会有 所谓的温室效应 现在什么 进来的话 发不出去 因为什么 我们的大气 充满了二氧化碳 很多的二氧化碳 比以前更多了 所以这一部分就造成不平衡 温度越来 你刚才有个0.74嘛 对不对 我那天跟李院长谈 2050年 如果你这样搞下去呢 很简单 增加量度 那量度是不得了的事啊 刚才已经看看 增加0.74那些 北极熊已经都可怜了 已经没有兵了 是不是 将来说 这个 可是如果更 中国大陆的人说 不要过着美国人的生活 他们不一样 印度人说不要 还有一个问题啊 那些热带雨林区说 我为什么不能开发热带雨林区 那就更严重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全球的问题 所以 因为李院长现在是跑去 10月就要当 国际科学总会的李市长 他就现在最重视的就是这个问题 全世界的问题 他甚至说 他说 大家搞了那么多军事 费用啊 一年呢 大概用掉 台币大概180兆 全世界的军事费用 他说有没有办法大家 捐1%的军事费用 你发展那么多军事 最后是自己杀自己 不是杀敌人 因为什么 搞得最后是什么 温室效应 就足够让人内 没办法在这个生活 温室结育性不是 虎人的 是事实 到你50岁的时候呢 不改善的话 到50岁的时候就 就剃球温度增加良度 这个是一个很极端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绝对不是开玩笑 尾言耸听的不是 真的会发生 科学家 所以真的 大家要把它很serious 很严肃的去看这个问题 谢谢 好 谢谢大师开讲 好 我们谢谢这个 这个廖老师 最后给我们开示一下 我这样说来的话 二氧化来那么重要 我们真的不能再砍树了 所以呢 我们要支持我们的这个 电子子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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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